大家好,我是Jordan 今天要帶大家來陽明山賞櫻花 我们今天要来的是平津街42巷 这边有最浪漫櫻花步道的美名 每年北部地区的櫻花季 就是由这边展开 你如果搭公车过来 可以搭到文载尾公车站 3013韩区间车有经过这个地方 骑驶站是捷运建坑站 前面20公尺的地方 就是平津街42巷 在马路的斜对面 就是回程的公车站 我们现在往平津街42巷走咯 今天是礼拜五 不是假日 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来这里赏花了 寒鹰刚开花的时候 是淡淡的粉白 之后转成粉红 在晚期的时候 转成深红色 目前是时候一项 明载旁边的樱花 大约开了三四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均貼四十二項 主巷道大約450公尺 兩側開滿了滿滿的櫻花 搭配這邊的林仔 拍起來非常有味道 聽說今年的櫻花 已往年早開了大約兩個禮拜 我現在再帶你們去另外一個 狗陰青古道 聽說那邊櫻花開得更美麗 離四十二項巷口 大約200公尺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指標 往公平橋 就是往狗陰青古道的入口 中文字幕提供 这边跟42巷族上的味道不一样 这边感觉比较像樱花梨 我们再继续往古道里面去逛一逛 往里面走两侧是清凉幽静的竹林 在离入口大约150公尺的地方 越手边有一座粮亭 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 我现在准备要离开这里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看樱花 真的有惊艳到的感觉 赶快找个时间来这里看一看 这边漂亮的樱花吧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 请帮忙按赞、分享、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Jordan到处走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